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宣佈了 要針對損害一國兩制和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共官員 實施入境限制措施 但相關的名單還未出爐 不過在彭博社有一篇專欄當中 就為這份名單透露了多少端藝 這名專欄作家引述了一位國務院官員的消息所說 說在首階段的制裁當中 被限制入境的對象是個位數字 而這班被制裁官員的家庭成員 也有可能同時被禁止入境美國 但只有一項措施不足以解決當前中國的行為 因此他就說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對中國的進一步懲罰是會即將到來的 助理國務卿史迪威就告訴這名專欄作家 要取消一系列的美國和香港之間的協議 包括油證費率和敏感技術出口的協議 就需要一段時間的 因為政府內有很多不同的部門都需要簽紙 官僚主義就很麻煩 而且很多事情涉及太多機構 這名專欄作家就判斷 說美國很有可能針對香港的情況 採取進一步的懲罰性措施 實情昨天在參議院通過的香港自治法案 就已經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本來都已經傳出了消息 這是經過參議員Chris Van Hollen的證實 就是特朗普叫了其中一名共和黨參議員 是暫時叫停這條法案的 但是昨天在參議院裡全票一致通過 就已經證明了特朗普為這條法案開了綠燈 而且也是拍板要加速針對中國的措施 助理國務卿史迪威還跟這名專欄作家說 說對中國最好的震懾 可能並不是來自美國或者任何其他政府 因為對中國而言 最嚴重的後果將會是國際企業 對香港的法治信心盡殺 抱持著這個態度 其實還有自由黨的中國奔 他說這個香港自治法案 對於本港的商界是很大的威脅 威脅大是由於法案 將會可以制裁部分公司 以及跟這些公司有生意來往的銀行 他就形容了 香港自治法案 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加勒版本 故此 他根本就是在說老實話 因為在香港自治法案裡面 真的定明了 制裁對象不一定是人 而且還可以包括企業、機構、組織等等 而且還可以引申出一個叫二次制裁 凡是跟這些被制裁的人士、公司、企業、組織 是有業務來往的話 都會避受二次制裁 所以就是辣很多 我們昨天有分析過 故此史迪威和鍾國斌 就著國際企業對於香港投資環境 失去信心的觀點 是極為類似的 當然 不僅會影響到那些企業的信心 尤其是本地企業也可能會走資 或者是將來中國能否再利用香港 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進行融資的活動 這也成問題 因為根本就不知道特朗普會出什麼的章法 之前他就說要顧忌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一旦他不顧忌的時候 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因為很難預計他會做什麼行動 之前他一直沒有做 就真的頸著這個貿易協議 但是現在你走去放風聲 這個華爾街日報我們今早就說了 放風聲走出來又說要威脅他這樣那樣 實情現在走到這個地步 中美雙方都不會因為對方的脅迫 贏得下來的 就算美國做什麼都好 這個港版的國安法 在6月底一定就是會立法 因為他就要配合7月1日 這個回歸紀念日之前去立 是有一個象徵意義的 就是象徵著香港在1997年之後 經歷了23個年頭 終於都是要二次回歸 而且中共還可以憑藉著這個港版國安法 去為之前他們所做不到的事情 一次過翻盤 比如說之前一直都說要搞23條搞不到 現在23條的要素 全部就是包含在這個港版國安法裡頭 故此 你23條立不立法的迫切性就沒那麼高 而且在去年抓到的逃犯條例修訂 亦都是借助國安法可以借私還雲 根本上逃犯條例修訂當中的重要元素 就包含在國安法裡 因為他定名在特殊的情況下 某一些嫌疑人是可以轉交大陸來審訊的 等同於送中 沒有分別 再有一件事就是 國安教育就等同於國民教育 進化版 之前CY一上台就說要搞國民教育 被這麼多10萬人包圍著政府總部 後來撤回了 撤回了當然是心不甘情不願 一有機會就拿出來 現在就是拿出來 總之一次過實現了 中共的三個願望 就是23條 逃犯條例修訂和國民教育 而且另外還有一些議題 在香港的建制派當中 纏繞了20年也解決不了 終於在今天也解決了 就是香港電台的問題 之前香港電台一直就為建制派救病 說他們是出公帑的錢 但是製作一些所謂反政府的節目 現在又撤回了頭條新聞 又製造寒蟬效應 基本上就是告訴別人 喂 你這個港台不是山寨王 你也要聽命於特區政府 當然不只是香港電台遭受到整治 眼中釘節目頭條新聞遭到收檔 還有就是 有線和NOW空降了一班保守的高層 去統領新聞台 總總跡象顯示 港版國安法一通過以後 就是會全面收緊很多方面 即是赤道 而且大陸也通過了華爾街日報放風 就說叫美國不要再觸控到大陸的紅線 否則連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也隨時會影響到 根本上雙方都停不下來 至於美國方面 他也不可能不就著疫情來追究責任 因為美國因為這件事 真的走了很多人 他也要跟國內的選民交代 還有就是 美國主流的聲音 對華的態度都是非常強硬 故此每一屆總統大選當中 那些候選人都在鬥強硬 但當然上台是否仍然是強硬 就是另一回事 總之在競選期間 一定是要鬥強硬 好了 現在你說鬥強硬 拜登當然是只有罪 因為他還沒執掌到實權 這個也沒辦法 但是特朗普是掌握著實權的時候 他不可能在接下來幾個月 是完全不作為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只會被民主黨的粉絲 和拜登的競選團隊 不斷批評和攻擊 因為你沒可能掌權 但是不做事 不過又同一時間跟選民說要對華強硬 豈不是找笨實 所以一定是不會的 他一定會加速去做才是 大家可以看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前天的一篇演說 其實就是為了美國 接下來幾個月對華的策略定一調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美國在過去四十幾年 認為中國政府會藉由經濟自由化 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 是重大誤判 中共在變得強大之後 持續打壓異見人士 而且變得更具有侵略性 透過網絡的黑客 攻擊美國企業 攝取顧客資料 以及以其他的行動 來侵蝕西方 他還說北京的行為證明得到給美國看 有必要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 美國對中國天真被動的時期已經是終結了 所以他就是為了接下來幾個月對中國的態度定一調 一定會加速 雙方都停不下來 至於香港有一個建制派叫蔣麗雲 這個民建聯的蔣麗雲 實情他都不會競逐連任 但是在林別秋波之際 差不多是退任了 不選了 他就在議會發言的時候說到 說促請特區政府 要考慮制裁 發起香港自治法案的人 就是要制裁這些參議員而已 那你有什麼制裁措施呢 請問 制裁無非幾樣而已 現在提了出來都是限制入境 不批簽證給他 好了 凍結資產 從來就是不讓他使用美元結算的銀行服務 好了 如果你說要反制美國 那些參議員你怎麼制裁他呢 他好日都不會來香港的 而且他在香港又沒有資產的 更何況有哪家銀行在美國會用港元結算 所以這些制裁根本上是沒有作用的 對於他來說 反之對於中共的官員有作用 是因為有些貪官他們真的會把財產轉移到外國 尤其是部分英語系的國家特別是受歡迎的 這樣才顯得這些制裁措施有效 你當時說反制美國的措施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而已 別人在你香港沒有人沒有物 你就制裁也夠了 好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